欢迎订阅 我是打橙子 今天是9月9号 前天有点严重 有点咳嗽啊 什么的之类的症状 然后突然就绊不住了呀 就在这个地方野外 找了个录音地 来这边休养生息 休养了两天 现在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 那第一天晚上还是比较咳嗽啊 喉咙不舒服 想咳的时候咧 就闷两口红酒 这个红酒对抑制咳嗽的 那个搔痒的感觉 还是很有奇笑的呀 那今天我们就要去斯大林的故乡 斯大林你们应该很耳熟了吧 那斯大林其实他是格鲁吉亚人 而他就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这个地方 那阴差阳错的我的录音点 就在哥里的旁边 那现在我就要开到哥里去 带你们看一下所谓的 慈父斯大林的故乡 走姐 到了 那我车停在这里 停车费是两拉里 现在我的对面就是斯大林博物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广场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石墩子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石墩子的上面 曾经应该是斯大林的一尊雕像 现在只剩这么一个墩子 哎呀 斯大林确实是个传奇人物啊 生前风光无限 没有想到死后 连个雕像都没有了 令人唏嘘啊 据说这个博物馆是要付费的 还有几十拉里我忘了 看一下是从哪里进去啊 他们这个斯大林博物馆 去年来的人有16万人 是他们格鲁吉亚访客最多的博物馆 但就是这么一个博物馆 全力格鲁吉亚的政府无比的头疼啊 一方面呢他又要去融入西方 去极力的否定斯大林 一方面呢这个博物馆 确实人气有很高 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少的钱 怎么处理斯大林 也是格鲁吉亚政府跟 哥里的当地人之间的一道 比较麻烦的问题 他们的官方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的 尽可能的去苏联化去斯大林化 但是哥里的本地人呢 其实对斯大林还是保有一些好感的 毕竟这是他们土生土长的伟人啊 转了一圈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博物馆的大门了 上面也没有写英语啊 哥鲁吉亚语完全不认识 进来看一下 从长长的楼梯上来 在楼梯的尽头就是斯大林的一尊雕像 这尊雕像大概得有个两米多高度的样子 这是一个站姿 右手握着一本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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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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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